非常amazing啊 我们先来看看效果 我们看视频的延迟是比较低的 然后参数的调节也是比较流畅 对的 你没有看错 还可以调节各种相机的参数 快门 光圈 ISO 对焦 甚至可以调节色温 拍摄的格式 相机可以调整的 这里都能调 要是需要录屏的话 也可以操作 特别特别特别是 终于可以告别索尼的主双屏幕了 是不是很哇塞 这不比up木箱吗 嗯 你想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别急 我来全旁供出 我是up主云飞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好以下的材料 相机 相机连接线 支持供电的Type-C拓展坞 还有最重要的MIX2S手机 手机需要刷Windows系统 做不到这一点的 基本上就可以放弃了 如果你刚好拥有或者只想了解一下 不妨跟着我往下看 做到这些功能其实很简单 下载索尼官方的控制软件 Emoji Edge Desktop 安装完成后 点击相机打开Remount就可以了 要做到这些其实不难 普通的PC就可以做到 我为什么会这么激动的跟你们分享呢 首先就是这个体积 组成完全体也不会很臃重的 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小的监视器 颜色操控内露都是比较优秀的 其二就是之前关于手机刷Windows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没有办法去具体的定义 但至少今天我们又找到了其中的一条 代替传统便携比基本电脑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不需要性能有多么强大 只需要合适的大小 在一些特定的岗位就可以大放一彩 其三 如果电源接的是220V 完全可以一直工作下去 手机和相机的电一根线就解决了 长时间工作不是闷 装一个采集卡 完全就可以做大范围的移动直播器位 最后关于MIX2S装Windows 其实电脑体积的缩小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我希望在未来可以看到这样成熟的产品面试 或许我现在想象不出来 那到底可以干什么 但未来呢 谁知道呢 现在这一套方案存在一些问题 虽然画面比较流畅 但受限于USB2.0 我们的帧率不是很高 我的拓展屋比较便宜 供电有点跟不上 而且又受限于USB2.0 还有性能 OBS的入屏帧率也不是很高 其他的不论是画面色彩 还是触摸操控 都是一流的体验 我是UP主云飞 日中分享一些我的兴趣爱好 如果这期视频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